看看新闻吧 露面了在上海出席活动 董洁当天呢是面容憔悴 确实这场风波让他和潘玉明两人是两败俱伤 昨天也就是所谓的离婚事件曝光后第二天 董洁出现在了上海时装周的活动上 和其他身处漩涡中的明星不同的是 董洁当天并没有回避媒体 而是大方地走到镜头前接受了短暂采访 但还没说上两句 董洁就更严无意 董洁和潘玉明是演艺界一对较为低调的明星夫妻 结婚四年育有一个三岁大的儿子 但就在10月19号 一位网络红人毫无征兆地在微博上投掷炸弹 直指这对金童玉女已经敌意 这事已经发生很长时间了 董洁和潘玉明分手了 董洁带着孩子离家已经很长时间了 据潘玉明方面说 董洁已有新欢 曾经的金童玉女如今就这样散伙了 随后这本属于两人隐私的离婚事件 就像做了火箭一样急速更新 每几个小时 两位不知名的男女演员 就被视作董洁和潘玉明各自的第三者 被动加入了眼下的混乱局面 这样的状况令人折舌 因为在此前那么多年里 董洁和潘玉明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生活方面的负面新闻 像这样快速地爆出负面消息 在整个演艺界都十分罕见 但更让人大跌眼镜的还在后头 10月20号晚上也就是事情发生的第二天 董洁方面率先打破沉默 他的工作室在澄清各种不利传闻的同时 直指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潘玉明要刻意抹黑董洁 这短短的两天 我们一直陪董洁在沉默着 眼看着你挑出几位先生 说出几番指责 搬出了本部属于他的国庆饭局 以及眼下你落寞的照片 所以你真的快乐 我们知道你找记者跟了他一个月 却毫无收获 也知道21号甚至后天 会有人把普通的朋友吃饭 渲染成狗血的剧情 让更多不相干的人成为你谋取私利的陪宝 按照董洁工作室的说法 两人离婚的真正原因是潘玉明 适度诚信 粗暴无礼 并且工作室还配发了一张 潘玉明在澳门参与赌博娱乐时 被游客拍下的相片 身为男人 你怎么就不能勇敢地告诉大家 你们的分开是因为你的适度诚信 粗暴无礼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我想我们会为你的坦白继续沉默 也会为你的勇敢继续考虑 帮你承担你的欠债 董洁是柔弱的 但不是脆弱的 这件事情可能还不会结束 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子虚乌有先生 还会有更多空穴来风的职责 但对这个人这件事 我们多一个字都不想说了 因为三个字 不值得 这份声明和照片几乎摧毁了潘月明多年经营的儒雅好男人形象 一时间各路媒体记者以及相关产业人士都在微博上对潘月明口诛笔伐 或许是因为不堪其扰 二十个小时后潘月明开始全面反击 他首先否认自己适度成性 一张堵桌上的照片就能证明适度如命了 随后潘月明就指出 董洁的经纪人常年来都在破坏他俩的感情 而且这次的离婚事件也是对方在从中作梗 长期以来你只帮董洁做事 对我的工作都是一带而过 刻意把我和董洁的距离渐渐拉大 真没想到我们俩出现危机了 你却跳出来以董洁的名义说三道四栽赃我 从法理上来讲 你已经借助他人家庭纷争 并构成污蔑他的名誉 你们这样撕破脸皮到底想要掩盖什么 你们真的有为孩子考虑吗 钱进了你兜里可良心却没了 有你这样做经纪人的吗 我的家庭走到现在你功不可没 短短三天时间 此事就发展到如此针尖对卖忙的地步 确实出不所有人意料 首先是两位当事人 以及双方团队的敌对情绪 或许董洁潘月明确实走到了十字路口 确实有各种委屈和不满 但公众人物没有必要把公众平台当做情绪垃圾桶 所有负面情绪都不加过滤的 宣泄到公众里面 当然该事件也有诸多蹊跷之处 从最初爆料人写下 据潘月明方面说 董洁已有新欢 到随后大规模迅速的出现第三者消息 以及两人让人大抵眼镜的劲爆声明 都让人疑惑 这起事件究竟背后有没有幕后推手 谁想从中获益 谁在撒谎 无论答案是什么 两位演员公众形象的崩塌已成事实 正如潘月明本人在声明中最后所说的那样 为了孩子 是时候言其息鼓了 如果说我是个赌徒 我承认 我用我的一生赌这个家庭的幸福 可是我赌输了 身为一个受害者 我到现在没有对媒体说过小董一个字的不好 对于我曾经深爱过的女人 我想告诉你 对你 对于我们的感情 我潘月明问心无愧 我什么都没做 我还在等 因为我爱孩子 爱这个家 有了心情地沉 小叶综合报道